嗨,我是海妈 一到夏天5月来临 我们叫做是干不完的红蜘蛛 在室内空间 红蜘蛛更加是泛滥 有江湖传言 说红蜘蛛要连续三天打药 因为三天一代 就是说它扩翻能力特别强悍 感染力也特别强悍 那如何控制红蜘蛛呢 第一招特别少的时候 一招绝杀 搞一个狮子巾这样去擦 我们叫做是冷碎 像这样的一颗蜘蛛就要对它进行修剪 要让它叶子少一点 因为红蜘蛛用药的话 必须是促杀 所谓促杀就是 一拖子要戳在它的鼻梁上 把鼻梁打歪 这个才叫促杀 还要剪去底部的芒汁 切着土面的第一堆叶片 剪掉剪得干干净净的 已经这样处理了之后 再进行喷药的操作 红蜘蛛的卵和橙虫不是一种药剂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千百剂的矿物油 直接给叶片照上一层透明的面膜 使红蜘蛛直接自洗 所以它就可以控制红蜘蛛的 成虫 肉虫和卵 三毫升对五百毫升的水 因为这是乳油 所以要把它摇匀 要用最匀最细的这个物状 对着这个叶片的正面 看见它全部都打湿完了 都在开始流水上来了 然后再喷它的背面 但是请记住有一个点 刚刚发芽的月季发得很嫩很嫩 温度高达三十度以上的时候 容易产生要害 在傍晚喷湿安全放心 好了关注海妈陪你做哈拜拜